老师 怎么看见这鸡肉了又猖狂了 客厅里都有鸡死了 那还阳不阳啊 现在吃掉就被虫所吸了 童子鸡就算了 我看他们的爪子还满像是 捣护皮疯爪的 好 你想是骨皮疯爪给我 捣这么大砖啊 你这个在我们这里就叫一点通 好 我知道 一点通 你还笑 比人家的一点鸡爪拿过来捡洞 好 生命 老婆 老师 你那两个没吗 换好没 别追问 换好干一点不是给你干吗 我看你换个人生孩子 麻烦 那吃一口有点麻烦了 我关好了 我把你吸爪子都捡好了 那我还等你啊 我也不等你了 我躲了 我烧火啊 我加水呗 这配合的挺好的 把水放下去 吸爪冷水下火 再放一点姜 再放一点老酒 手温5-60度 再放一点麦芽糖 让它给它上次衍生更好 再放一点点白豆 哇 一点一点放了这么多 吴建瑜 你老婆完蛋了 这一步都为了后面更好的上次 最主干了一下都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放到凉水里面了 老酒 老酒 哎 怎么在5月5月9日这么多蚊子的 还是很毒的那个闷闷子 好 还不是你香一点吗 哈哈 那 瓜老酒煮一点 这个老瓜老酒 你也涂一点 好 我真的钻肠就我不咬了 往下吃起来都没蚊子咬我了 哈哈 那好不 晚上睡觉 我手脚放外面都咬我的 那我还要谢谢你咯 再把鸡爪放在那里 用手机擦干 擦干了都可以拿来炸了 那擦一点油 把罐子放在那里 冒泡泡都可以放鸡爪里面炸的 你们炸的时候要小心点 油不要炸了一些 哎呦 烫死我了 你烫到没有啊 哎呦 烫到我了 叫别人小心点 自己都烫到了 烫到哪里啊 别你了 笑死我了 我刚才找得怎么样了 哇 有点缓了 好了 有点缓了 现在把它放到冰水里面 哎呦 鸡爪包好了 真的倒一点油 把大料香料放下去炒香 再放一勺肉吧 再放一勺水 再把鸡爪放下去 现在再调一下味道 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鸡精 再放一点胡椒粉 放一点蚝油 再放一点酱油 再放一点老抽 老师 哎 我每次这两个鸡爪就有一只鸡 没有鸡脚了 那没搅到细肉怎么办呢 剩下来都分开卖呗 那个鸡腿鸡翅 鸡胸肉鸡骨胶啊 那干点细能是在这边还挺多的呢 好了我要做煮一下 我稍微乱一点 看起来好了没有 哇塞我都闻到香味了 好香 哇这里鼻子真淋 诶 我们现在是不是没在家 是啊 今天封一个人在家 那你继续上来吃呗 他一个人在家有拿烧呗 好嘞 我们来喽 哦 哪这么快快点吃饭了 过了 吃饭吃饭 有了你家称芳了 好 两个人还有那么过去干嘛 你吃不完了 这么多菜今天 杜家师杜家师 没什么菜 随便吃一点 这个 你不客气啊封 我是不客气的 都是一点 这个香香辣辣吧 哈哈 嗯 味道很好 嗯 很辣 这边骨头都下来了 不要加车软一点呗 哦 好好好 这今天做得这么热 多吃一个 哈哈 来来来 我们干一下呗 好 好 来来来 嗯 辛苦你们了 你辛苦了